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爷爷竟是隐藏的古董大亨 去世后 律师上门一句话 我傻了 今天是张爷爷86岁生日 我早早便来到了菜市场 想给爷爷做顿好的 谁知我双手提着菜 刚回到家门口 就听见争吵声从屋内转了出来 我赶紧打开门 张爷爷的儿子张天强 正翘着二郎腿 坐在沙发上 张天强脸上写满了不耐 你怎么可能没有钱 赶紧拿出来 牛牛马上要上小学了 正是花钱的时候 张天强的老婆李贵湘也在旁边帮腔 就是啊爸 牛牛可是你的亲孙子 说着 李贵湘一把拉过身边的儿子牛牛 快叫爷爷 谁知牛牛竟然满脸不屑 我才不叫呢 老不死的 听到这话 我重重地把菜放在客厅茶几上 冷眼看着面前的三人 你们又来干什么 张爷爷不是我的亲爷爷 我只是他的保姆 这是我照顾他的第六年 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从上小学开始 张爷爷就一直在资助我 高考结束后 张爷爷脑溢血中风 失去了自理能力 被儿子儿媳赶出家门 我毅然决定放弃上大学 留在张爷爷身边做保姆 毕竟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我眼里 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看到茶几上的虾和鸡 张天强语气瞬间变得阴阳怪气 哟 不是说没钱吗 吃得这么好 你这个小拼头挺奢侈啊 听到这话 一直在阳台躺椅上隐忍不言的张爷爷 瞬间发怒 滚 滚出去 我赶紧上前为张爷爷顺气 转头望着那一家人 没听到吗 爷爷让你们走 看到张爷爷气得满脸通红 李贵湘脸上有些慌张 他赶紧推了推身边的张天强 快走快走 一会儿老不死的又发病了 说话间 一家三人就走到了门口 好像生怕张爷爷出什么问题 要他们负责 临出门的最后一刻 李贵湘心有不甘地回头 爸你别生气 我们过几天再来 说着 他打亮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开口的话却是冲着张爷爷 外人终归是外人 牛牛才是你的亲孙子 爸你可别老糊涂了 李贵湘话音刚落 张爷爷颤抖着手 抄起手边的茶杯 狠狠砸向门口 滚 半晌后 屋内恢复了安静 空气中只剩下张爷爷急促的喘息声 似乎是气急了 随后 只见张爷爷双眼憋得通红 刘家 委屈你了 我笑了笑 继续给爷爷顺气 想让他情绪平复下来 只要爷爷身体健康 我就不委屈 张爷爷心善 资助了不少贫困生 很多被资助的孩子工作后 还会经常回来看他 但是张天强和李贵湘 觉得爷爷是乱花钱 常年对这件事心有不满 更何况爷爷平时还喜欢收藏一些老玩意儿 总是花钱买一些在大家眼中的破烂 还没中风的时候 别的老头喜欢在公园六湾 爷爷唯一的乐趣就是跟他的老伙计们去逛股玩市场 哪怕爷爷资助的学生陆续都已经毕业 不再需要花钱 爷爷的积蓄也都基本花在了张天强一家身上 但他们还是心有不满 特别是李贵花 总是在家垮着脸 给爷爷脸色看 张天强没有稳定工作 李贵花更是从不上班 整天在家张口闭口旧事 谁家儿媳妇老跟公共住一起 就连小孙子在家都从不喊爷爷 而是老不死老不死地称呼张爷爷 直到张爷爷脑溢血中风 李贵花和张天强彻底不装了 直接把张爷爷扫地出门 搬到了如今的这栋老楼 这栋老楼是张爷爷从前的老房子 风雨飘摇几十年 跟微楼也差不多了 正想着张爷爷的声音钻进了我的耳朵 行了 我没事了 你去歇着吧 我站起身提起茶几上的菜晃了晃 不歇了 今天是您的生日 我去给您做好吃的 刚走到厨房 短信的提示音就响了起来 是李贵香发来的 你最好别生出别的心思 不然我们有的是办法弄死你 我看了一眼便把手机收了起来 自从我开始照顾张爷爷以后 李贵香的骂骂短信就没停过 比这难停的更是不少 公道自在人心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至于见人 总会有自觉坟墓的一天 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 这天晚饭后 我看着天气不错 便推着轮椅上的张爷爷下楼六弯 谁知我们刚下楼没多久 张天强一家子又找了过来 牛牛最先发现了在散步的我们 他指着我和张爷爷 爸妈看 老不死的那个死拼头在这儿呢 牛牛的声音 也传进了我和张爷爷的耳中 一瞬间 张爷爷脸上的笑容就淡了下去 我们回去 听见这话 我推着张爷爷就想往家走 每次他们来都没好事 张爷爷现在的身体 已经受不了刺激了 张天强见我推着张爷爷要走 快步上前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什么意思 看到我们来就想跑 我直直地看着他 爷爷身体不舒服 我话音刚落 李贵湘也上前一把将我推到在地 我们跟爸说话 有你这个贱人张嘴的份吗 见我摔倒 张爷爷着急地想要扶我 却因为坐在轮椅上 毫无办法 我冲着张爷爷摇了摇头 想让他别担心 张天强懒地看我们之间的互动 不耐烦地开口 爸 牛牛马上要开学了 私人小学很贵的 一年学费就要三万 你赶紧拿钱给我 我冷冷看着他 爷爷每个月的退休工资 不都在你那儿吗 虽然六年前 他们把张爷爷赶了出来 可张爷爷的退休工资卡 却是被他们留了下来 张天强是张爷爷的独生子 爷爷总归还是心疼他们的 也就把工资卡留给他们了 张爷爷一个月一万多的退休工资 全部都被他们拿去了 张爷爷自从中风以后 说话就不利索 基本都是我代替他 回答很多事情 可我开口 却瞬间激怒了李桂花 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那点钱够干嘛的 你知道养一个孩子 要花多少钱吗 贱人 老爷子的养老钱 都花在你手里了吧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老爷子手里是有棺材本的 我一把打开了他的手 你也知道那是爷爷的棺材本 怎么好意思来要 工资卡你们拿去了那么多年 给爷爷买过一件衣裳 一粒米没有 那些钱是爷爷留着看病吃药用的 你们都拿走了 爷爷怎么活 这些年 他们一次次上门来要钱 不管是孩子上学还是生病 只要有花钱的地方 他们都会上门来找张爷爷要钱 张爷爷始终心疼孙子 大多数时候都给了 可随着牛牛越来越大 嘴脸几乎与他那对父母如出一辙 张爷爷便越来越失望 更别说他们的出口的话越来越难听 甚至在亲朋好友面前 造我和张爷爷的黄瑶 张爷爷也就彻底死心 不再在他们身上多花一分钱 想到这儿 我再次上前扶住张爷爷的轮椅把手 准备推他回家 谁知李贵湘竟然直接动手 一掌重重挥在我脸上 我猝不及防 被惯性带倒在地 李贵湘见状直接骑到了我身上 巴掌接连不断在我脑袋上落下 李贵湘边打边向周围的人叫嚣着 大家快来看啊 这个狐媚子小贱人 年纪轻轻地有手有脚 不好好工作 专门勾引八九十岁的老头 臭不要脸的贱人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在这种城中村里 李贵湘说出口的话 不亚于惊天俱雷 大家纷纷被吸引过来 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张爷爷的呼吸愈发急促起来 一张脸憋得通红 而张天强好像完全看不见自己父亲的不是 还站在一旁自顾自开口 这种女人就要贵湘来好好收拾收拾她 你呀 就是老糊涂了 才把外人当成宝 妞妞也在一旁给李贵湘帮枪 妈妈加油 打死她 打死她 我自幼在孤儿院长大 自然也是不肯吃亏的性子 正当我跟李贵湘互殴的时候 啪 一声巨响传来 周围人的惊呼声 也同时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抬头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张爷爷重重地从轮椅上摔下 哪怕如此 张爷爷却好像感觉不到疼痛 双手颤抖着伸向我的方向 似乎是想帮我 李贵湘也被这一幕吓到 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我趁机一把把她掀翻在地 赶忙上前查看张爷爷的状态 我想伸手扶她 却看她的嘴唇捏糯 样子很不对劲 我不敢轻易挪动她 我急得眼泪束束下落 爷爷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你别急 我现在就喊救护车 张爷爷嘴唇上下轻动 手颤颤巍巍地伸向我的脸 似乎想为我拂去脸上的泪 我赶忙俯下身子 把耳朵凑近她嘴边 张爷爷声音极轻 却一字一句 清晰传进我耳中 家家别怕 我边哭边掏出手机 打120 打完电话再抬头 正好看到张天强一家子 挤开人群溜走的画面 我没有精力 再管这几个白眼狼 一心只想救护车 快一点 再快一点 可最终 我没有再等 来一个奇迹 本以为张爷爷的去世 能唤醒张天强 一家三口的些许良心 可三天后 张爷爷的追到会上 他们再一次告诉我 白眼狼是没有良心的 张爷爷去世以后 除了亲戚朋友 我还通知了张爷爷的几个老伙计 爷爷的后事 都是我一手操办 张天强一家子 从没露过面 直到追到会这天 张天强和李贵湘 带着几个亲戚 来到了追到会现场 他们一走进吊咽厅 便直冲我而来 别说给张爷爷献上一束花 他们甚至没有看一眼 张爷爷挂在墙上的遗照 我懒得搭理他们 毕竟今天是送张爷爷 最后一程 我不想节外生枝 可是显然 他们并不这样想 见我没有反应 李贵湘狠狠一把 推在我肩膀上 老头已经死了 你别在这儿装了 赶紧起来 老头的存折在哪儿 你赶紧交出来 还有那栋老房子 你赶紧搬出去 张天强则是站在一旁 一言不发 无声地支持着 李贵湘的行动 我心底冷笑一声 张爷爷生他 还不如生块叉烧 我抬起眼皮 冷冷看着李贵湘 爷爷尸骨未寒 你就在这儿 要他的存折 说着 我眼神看向张天强 还有你 那是你亲吧 你但凡有半点良心 都不会在今天 在这儿跟我要钱 你们还是人吗 人在坐天在看 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 我一字一句 掷地有声 在场众人的眼神 纷纷在他们身上打量 张天强却被我的话 说得恼羞成怒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存的什么心思 照顾那死老头六年 你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可你别忘了 我才是他的亲儿子 牛牛是他的亲孙子 轮也轮不到你 正僵持着 一个浑厚的声音 传进在场众人耳中 怎么轮不到 众人寻着声音望去 只见几个人 带着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 站在门口 我瞬间认出来了 领头的人是钱老 张爷爷曾经最爱 跟他一起逛股玩市场 穿黑西装的男人 从公文包里 掏出一份文件 受我的当事人张国刚所托 我现在宣读他的遗嘱 张国刚名下古董变卖现金 共4600万 张国刚名下 位于长青路的老房拆迁 赔偿款共计2800万 现金共计7400万 以及张国刚名下的 土地归属转让 听着律师的话 张天强和李贵香的眼神 越来越亮 随即 律师最后一句话 想起 均归张国刚养孙女 刘家所有 刘家享有全部动产 与不动产处之权 煞时间 全场落真可闻 张天强和李贵香的脸色 却是刷得一下就白了 似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别说他们 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料到 张爷爷 竟然是隐藏大佬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张天强暴怒的声音 在我耳边炸开 假的 都是假的 你这个贱人 一定是你搞的鬼 你这个孤儿 凭什么给你 我还没张口 张天强又指向律师 你们串通好的是吧 我是张国刚的亲儿子 我还没死呢 刘家不过是个臭保姆 什么领养 谁答应了 律师似乎见惯了这种场面 只高高把遗嘱举起 这是刘国刚先生半年前 在本律所立下的遗嘱 本遗嘱有张国刚先生本人的手印 立嘱过程全程有第三方公正 说着 律师从公文包里掏出另一份文件 这是张国刚先生本人签署的领养协议 随即律师把那份文件递到我面前 刘家小姐 只要你本人签字 这份领养协议即刻生效 张天强双眼瞪的老大 开口的声音甚至有些破音 刘家 你敢 前老的声音悠悠传进我耳中 他把你当亲孙女 你做的他都看在眼里 我眼泪束束落下 结果律师手中的领养协议紧紧按在胸口 似乎这样就能感受到张爷爷的体温 张天强想伸手抢 我重重一脚踹在张天强胸口 张天强没有防备 瞬间被我踹翻在地 早就说过了 我自幼在孤儿院长大 有的是自保的法子 李贵湘赶忙去扶张天强 嘴里还不干不净骂着什么 我冷眼看着面前的两人 出口的声音连自己也觉得冰冷 从前张爷爷还在 你们是他在这世上仅存的家人 我给你们留了三分体面 如今 你们在我眼里 连狗屎都不如 话必 我懒得再看那两人 准备在领养协议上签字 张天强还想起身来抢 钱老往身后使了个眼色 只见钱老带来那几个人迅速上前 把张天强牢牢按在地上动弹不得 张天强还在乌言晦语地咒骂 老子要弄死你 贱人 在协议上签完字 我把领养协议递给律师 逆着眼看向地上的两人 我说了 现在爷爷不在了 我不会再给你们半点容忍 爷爷没了 我在这世上再也没有亲人了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你们再来惹我试试 张爷爷的追悼会结束后 在钱老的建议下 我迅速从老楼中搬了出来 反正老楼快要拆迁了 同时也避免张天强一家再找上门来 我重新租了个单身公寓 同时换了电话号码 但张天强和李贵香的无耻 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 一个短视频瞬间在某个平台爆火 视频里 是张天强两口子声泪俱下的哭诉 那可是我们的亲爸 是我们孩子的亲爷爷 可那个保姆 仗着自己年轻 勾引我八十六岁的父亲 我父亲尸骨未寒 他就在追悼会上 带着律师抢夺家产 他才二十四岁 我把比他大了整整六十二岁 当他爷爷都够了 保姆爷孙恋巨额遗产 每一个词都足以挑动 网友的神经 视频底下的评论 也十分不堪入目 这保姆厉害呀 六十多岁的年龄差 这是一点都不想努力了 看来我还是吃不了 磅大款这碗饭 这都吓得去嘴 这女的真牛逼 很快我的个人信息就被扒了出来 源源不断地侮辱短信充斥满了我的手机 人在坐天在看 你以后会遭报应的 你以后也会生孩子的 不对 你这样的人 必定段子绝孙 怪不得是孤儿 你爸妈就是你客死的吧 扫把星 我粗略扫了一眼 便设置了防火墙拦截 现在网络过于发达 短视频充斥着 大家的碎片化的时间 真假信息参半 大家都只会相信自己想相信的 多说无意 我懒得跟网友们生气 毕竟我的乳线也是乳线 但是至于始作俑者 张天强和李贵湘 我说过 现在爷爷不在了 我不会再给他们半分容忍 这么想着 我想到了王律师 毕竟爷爷的遗嘱和领养协议 都是经他之手 我信得过他 我把短视频链接 发给了王律师 片刻后 我的手机铃声响起 听着电话那头张律师的声音 我唇角笑意越来越大 既然有人想死 那便送他们一程 除了巨额遗产外 张爷爷还给我留了一块地 以及一封遗书 我自幼在孤儿院长大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张爷爷 孤儿院的孩子们 就是我唯一的牵挂 张爷爷还在世时 我经常会推着张爷爷 去孤儿院转转 张爷爷自是知道 我心中想法的 而孤儿院早已老就不堪 缺乏资助 孩子们也经常缺一少时 虽然我什么都不说 但张爷爷都看在了眼里 他把我放在心上 也把孤儿院的孩子们 放在心上 这天 是去土地交易所 办理房产交接的日子 从交易所出来 我跟随着王律师 来到了爷爷留给我的地 我本以为只是一块空地 谁知 这竟有一个大大的院子 站在那院子前 我还没反应过来 王律师的声音淡淡响起 爷爷怕他走了以后 你没有去的地方 所以给你置办了这个院子 在他眼里 孤儿院是你第二个家 那些孩子都是你的家人 爷爷说 只要你愿意 他希望你能继续做你想做的事 听到王律师对爷爷的称呼 我有些诧异地看向他 他淡淡一笑 这么多年 你真以为爷爷只资助了你啊 听到这话 我恍然大悟 原来王律师也是爷爷 这些年资助过的孩子之一 见我懂了 王律师连起脸上的笑意 眼神落在眼前的院子上 爷爷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这样好的人 不应该在死后 还遭到那样的攻击 我点了点头 狼心狗肺的东西 总该吃点教训 当晚 张天强的短视频账号 又更新了 视频里 赫然是我跟张律师 一起从土地交易所出来 他配的文案 也十分耐人寻味 勾引老人的小保姆刘家 赫然与律师 一同出入土地交易所 一事转移资产 不出意外 这条视频发出后 很快又上了热搜 讨论度 甚至比前面那条视频还高 网友们就像瓜田里的茶 在评论区里上蹿下跳 王律师的电话 也很快打了过来 我接起电话 淡淡开口 资料我都整理好了 稍后发你邮箱 照顾张爷爷的六年礼 因为爷爷行动不便 我有时候又要出门买菜 所以我在家里都安装了摄像头 我的本意是在出门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手机 看到爷爷在家的情况 防止爷爷在家出现什么意外 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 这六年里 张天强隔三差五便来要钱 监控里 张天强一家三口的嘴脸 都被拍得清清楚楚 而至于我和爷爷的关系 视频不会说谎 把资料发到王律师邮箱后 我再次给王律师发了一条消息 别急 再让子弹飞一会儿 孤儿院搬家还需要时间 我得尽快让孩子们住到新院子里去 那是张爷爷留给我和孩子们的新家 更何况 现在如果起诉张天强一家 顶多只能算他们造谣 我要他们身败名裂 不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爷爷 每两天 王律师告诉我 一直有人在跟踪我 他是律师 自然有很多渠道 认识一些别的行业的人 据他所说 张天强花钱找了私家侦探 每天跟踪偷拍我 想让知道我的信息 和现在的住址也不难 毕竟我的个人信息 早就被人肉出来了 更别说张天强还找了私家侦探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我依然做着我自己手头上的事情 毕竟孤儿院的搬迁 比张天强那种人渣 重要一百倍 更何况 人渣迟早都是要死的 死得晚一点 可以让他死得更惨一点 何乐而不为呢 接下来的半个月 为了新孤儿院能尽快投入使用 我频繁出入在装饰公司 和各个家具城 张天强的账号 也一直在持续更新 我每天的行踪 网友的猜测 也愈演愈烈 大家七嘴八舌 纷纷猜测我迫不及待 购置豪宅 在装修新房 而我对这些视而不见 只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可不速之客 总会不请自来 这天我刚到家没多久 门铃变响了 我打开门 门口赫然是张天强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张天强却自顾自走了进来 他双手背在身后 打量着我租住的房子 语气中满事不屑 拿了那么多钱 就住这么小的房子啊 怎么 豪宅还没装修好 从老楼搬出来后 我只租了一个单身公寓 毕竟我一个人住 不需要多大的面积 况且等孤儿院投入使用 我便会搬到孤儿院去 但这些没必要跟他说 我冷着语气开口 有事吗 他眯起眼睛 似乎对我这副 无所谓的模样很不满 你不上网吗 我吃笑出声 怎么 你说的是你发的那些视频吗 你觉得能对我造成什么影响 他被我的态度惹怒 语气变得很利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你乖乖把老头的钱吐出来 我还能放过你 我双手还凶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 七千四百万 你觉得你动动嘴皮子我就会给你吗 再说了 就你这种废物白眼狼 我把钱捐了都不会给你一分 我的话彻底惹恼了他 他重重一掌灰在我脸上 我被惯性带倒在地 倒地的一瞬间 我看向门口 匆匆赶来的物业和几个保安身影 撞进了我眼中 我微微仰起唇角 来得正好 张天强进门的一瞬间 我就按下了门禁上的呼叫系统 这个单身公寓虽然面积小 但是安全性却不错 毕竟我一个女生独居 还得面对张天强一家这种极品 安全性自然是最重要的 张天强打我的场景 正好被物业收进眼中 几个保安七手八脚地 把张天强按在地上 张天强怒骂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装保姆 勾引老人的贱女人 你们怎么能这么 帮着这种贱女人 我要投诉 物业自然不会理他 毕竟我才是住在这里的租户 物业把我扶起 柳小姐没事吧 您放心 我们已经报警了 听到报警 张天强挣扎得更厉害了 凭什么报警 我犯什么事了你报警抓我 我瞥了他一眼 凭什么 不知道的话 你一会儿问警察吧 在派出所 我坚决拒绝和解 张天强动手打人 但我的伤势并不严重 最终结果只是张天强被行政拘留15天 这也足够了 15天 足够我安排好孤儿院的孩子们 到时候 张天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今天是孤儿院搬家的日子 我专门包了一个大巴车 把孩子们接到了新的孤儿院 一进门 看到院子里巨大的滑梯和蹦床 孩子们瞬间兴奋起来 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 家家姐姐 这以后真的是我们的家吗 我笑着点了点头 这是张爷爷送你们的礼物 你们喜欢吗 孩子们重重地点头 喜欢 太喜欢了 可是张爷爷呢 为什么爷爷今天没来 他都好久没来看我们了 我心中有些发色 正想开口 一阵嘈杂声传进我耳中 我抬头朝着门口看去 只见张天强带着一大群 扛着摄像机的记者和网红 气势汹汹而来 我一拍脑门 差点忘了 昨天张天强已经从拘留所被放出来了 本来打算安顿好孩子们再收拾他 没想到他自己撞到了我枪口上 想着 我掏出手机给王律师发了消息 刚发完 张天强已经带着记者闯进了院子中 我赶紧把孩子们护在身后 张天强向身后的记者们介绍着 这就是我父亲留给拼头的大院子 大家看看 这么好的地段 这么好的院子 还有那么多钱都给了他的拼头 我真是替我母亲不值 也为我的儿子不值 说着 他还假惺惺地擦了擦并不存在的眼泪 我好笑地开口 张天强 刚从橘子出来 就这么迫不及待 怎么 赌债还不上了 高利贷找上门来了 他能找私家侦探调查我 王律师的手段只会比他更多 橘子 赌债 记者和网红们瞬间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镜头纷纷转向张天强 张天强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你胡说什么 我双手还胸 看他的眼神像在看一坨狗屎 我是不是胡说 你心里不是最清楚吗 这么多年来 你有经过一天赡养义务吗 除了要钱 你有没有来看过张爷爷一眼 怎么 赡养老人的时候 你不是儿子 继承遗产的时候 你就是儿子了 一听我这么说 在场的记者和网红们瞬间炸了锅 有几个全程直播的网红 甚至当场跟弹幕互动了起来 好像有反转啊 家人们 今天真是来直了 家人们小礼物走一走 继续带你们一线吃卦 这张天强看来也不是个好东西啊 听到这些话 张天强的脸色有些僵硬 可也许是笃定我没有证据 他继续强装镇定开口辩解 那可是几千万 当然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你以为网友都是傻子吗 你这么说就会相信你 你问问大家 大家会不会把家里的钱给一个保姆 不给自己的儿子 你说你跟我爸没有别的关系 你骗三岁小孩啊 一听到这话 在场的网红们纷纷点头 就是啊 谁会把钱送给外人啊 再怎么也说不过去 他就是想转移视线 说来说去就是不想给钱 那肯定啊 那可是七千多万 谁不心动啊 听着这些话 我勾了勾唇角 是不是骗三岁小孩 咱们证据说话 说着 我视线放到了院子里的投影大屏幕上 安装这个大屏的初衷 是为了孩子们能看露天电影 没想到现在就排上了用场 我把手机连上屏幕 打开了相册里存的监控 监控中张天强一家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了在场众人的耳中 赶紧拿钱 你这么大把年纪了 钱留着买棺材呀 你那点工资够干什么的 你不知道养孩子多费钱吗 老头子 别废话 拿钱 牛牛可是你亲孙子 那不是爷爷 那是老不死的 越多越多 不堪入耳的话传出来 张天强的脸色 也越来越白 在场的记者和网红 都议论纷纷 原来他是这种人啊 视频里还哭得这么真 怎么不去当演员呢 好手好脚的整天只想着啃老 真不要脸 对自己的亲爹态度都这么差 我对路边的陌生老人都说不出这么过分的话 这要是我儿子 我不把他打死都算好了 还想要钱 张天强没想到我手里有这些证据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这时 王律师终于带着公正处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孤儿院 他大步走到张天强面前站定 张天强 近两个月以来 您对我的当事人刘家进行造谣 污蔑 诽谤 并公开泄露他的个人信息 导致他的声誉以及精神遭到了严重损害 现依法对你提起诉讼 王律师旁边的公正人员举起手中的资料 这是张国刚先生留下的现金遗产支出明细 每一笔支出刘家小姐都在本公正处做了公开公正 这一笔钱将会在未来以张国刚先生的名字命名 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上学 欢迎广大网友监督 此话一出 张天强的双手紧握成拳 咬着牙开口 谁准你把这笔钱捐出去 我懒得再搭理他 只直直地看向摄像机 张国刚老先生 终其一生 都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他资助过的学生 在各个行业发光发亮 如今他走了 我会继续做他生前一直在做的事 至于别有居心的白眼狼 别妄想染指一分钱 我话音一落 现场掌声雷动 张天强再也支撑不住 膝盖一软 竟直接跪倒在地 我双手还胸 跟他说了最后一句话 找个好点的律师吧 说不定可以少盼几年 正当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 李贵香尖利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 只见他手持匕首冲到我面前 贱人 你去死 你不让我们活 那我们一起死 贱人 在他靠近我的一瞬间 我重重一脚踹在他腹部 他跌倒在地 手中的匕首也瞬间脱手 王律师上前把他制服在地 我真是服了李贵香的智商 众目睽睽行凶 看来真是狗急跳墙了 我蹲下身 直勾勾地看着李贵香 这不是打瞌睡 有人递枕头吗 恭喜你 跟张天强洗提情侣银手铐 李贵香脖子上青筋抱起 张开嘴冲着我怒吼 贱人 你不得好死 我摇了摇头站起身 那就看着吧 到底是谁不得好死 没多久 警察就赶了过来 毕竟李贵香当场行凶 在场众人早就报了警 好言难劝 想死的鬼 张天强和李贵香 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 想死 那就一起死吧 三个月后 法院判决下来了 张天强公然侮辱他人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李贵香杀人未遂 证据确凿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一切尘埃落定 这天 我照常在孤儿院 陪孩子们玩 七岁的安安 乖巧地坐在我旁边 让我给他扎小便 我轻轻给他梳着头发 谁知他脑袋一歪 家家姐姐 你喜欢王哥哥吗 我没在意 怎么会这么问 他双手捂住小脸 声音竟然有些害羞 因为我喜欢王哥哥 王哥哥就像童话故事书里的王子 我有些好笑 正想开口打去 王律师带着笑意的声音 却从门口传来 这可不行哦 王子已经有心上人了 我循着声音看去 只见他背着光站在门口 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却能感受到他灼热的视线 我低下头 掩去了眸中的羞涩 张爷爷 如您所愿 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今 也遇见了想珍惜的人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